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最後一場諮詢會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親自到場解話 一開口就被市民學倒採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 是香港人的新市鎮 是為了香港人的住屋需要 和香港的未來發展而規劃的 陳茂波說要來聽意見 在場預留了8,000多個座位 但是主持人先抽籤抽出語 先登記的市民一直沒有什麼回應 剛才讀的五個名有了嗎? 請控制咪高峰的朋友舉舉手 還變成主持人向官員提問 頭過兩個多中發言的市民並不多 正是後段發言的人才增加 但是夾拾了不少立法會議員和政界人物 有村民要求政府收了他們的地 你說沒有土地 我們將天平山村的土地歸納來發展範圍 你可不可以接收這個獎? 但是質疑計劃的市民更多 陳茂波你別說謊 今天連大陸南方都市部都有說 香港東北發展是會起多個商場 等到他們不用去城市那場 暗語裡買Powder Kruzzi 創造就業機會 服務給當區的市民居住 至於剛才南方日報的報導 他怎麼說是他自己的事? 論壇開始了沒多久 台下兩派的意見已經有衝突 穿著藍色和黃色衣服的上上鄉居民 和反對發展計劃的市民對馬 繼而開始動手 灑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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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吧 灑回去吧 灑回去吧 不要噴 不要浪 你自己控制自己的藤水也可以 你不咬去不一躺 我們我們的口腳一下 只是做得衝突打人 好力喝 這個壓力 不要不住 這個壓力 我想法門 請你們的團體的名字跟進去查詢 我會安排賺個分別的敗業 很細緻一點 人家說話 你不要這樣練習 何生繼續說話 好的話你可以去到現在我們中間舉手的朋友那裏 沒有關係什麼事啊 我叔叔伯都沒有罵過他 如果沒有我就繼續抽名 叔伯兄他父老 你說侯志強不對 侯志強辭職不了五奧 但是我叔伯兄弟支持我 聽完意見之後 陳茂波的立場始終都沒有改變 我所說的是不會撤回這個諮詢 香港電力記者維家豪報導